祝大家牛年閒大運 財源廣盡事事清新滿意 桃花興旺身體健康 祝侯的朋友今年運勢非常之好 有不同法子和賺錢的機會出現 另外又有女貴人相助 把握時機應該做大膽的嘗試 財路自然廣闊一點 事業上會有很大的突破 投資機遇多 可以和一些深厚投資經驗的前輩合資 投資運會更加好 屬猴的朋友應該穿多些黑色或白色的衣服 或者配搭一些三角形的飾物 都可以令到運勢更加強 屬猴的朋友今年運勢慢慢增強 應該趁著學習之年 學習主動爭取機會 沒有貴人靠自己都是一樣 公司裏面會推行改革的方案 令到工作有很大的壓力 但當中會有得著的 至於財運方面有大大的改善 投資策略以穩健長遠為大前提 便會有不錯的回報 亦都可以趁著學習之年 花點錢去報道一些增值的課程 對自己都是一個長線的投資 屬猴的朋友可以戴一些猩猩的飾物 或者穿多些紅色或啡黃色的衣服 去加強自己運勢 屬猴的朋友今年形態稅 正天才都是比較弱 一起博彩的活動都不適宜 應該主力減低破財的機會才對 而形態稅代表營商 小心會有血光之災和官司 只要在公司裏面七角禁亂 小心發下一些低層次的錯誤 影響了自己的事業運 雖然壓力是大 但千萬不要亂發脾氣 會影響了整體的氣場 屬猴的朋友可以戴一些 兔型的飾物去發解犯太歲 或者穿多些黑色、綠色的衣服 配戴一些方形的飾物 去加強自己運勢 屬猴的朋友今年同運當頭 氣場越來越大 有說服力 又有高層次的貴人相助 令到財運有滿意的提升 應該定下人生更有意義的目標 工作會再闖高峰 注意態度不要挑戰 減弱了人緣 天財運會越來越順 應該分散中場線的投資 配合專家的意見 就可以增加勝算了 至於屬猴的朋友 亦可以穿多些紅色、啤黃色的衣服 或者配戴一些波浪型的飾物 去加強你的運勢